明年起,台湾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、牛肉进口,引发了外界的议论。 而昨天,食药署终于将去年台大、成大做的健康风险评估报告公告。 而负责研究的成大教授表示,按照国际相关的标准,每天吃的摄取容取量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。 不过,不建议坐月子的妇女食用,而且政府应该要要求业者清楚地标示肉品产地,让民众有权决定要不要吃美国猪肉以及牛肉。 拖了三天,卫福部食药署终于将美猪美牛健康风险评估报告上网公告,去年受食药署委托负责此研究计划的成大教授李俊章表示,按照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建议的最大残留容许量进口,即使民众全数食用进口牛肉、猪肉及其制品与内脏,莱克多巴胺的每人每日摄取容许量ADI也是在可接受范围内。 另外食药署也委托台大进行美国进口牛肉健康风险评估,结果显示 消费者即使终生食用美国带骨牛肉也不会得狂牛症,染病几率为十亿分之一。 不过有专家担心,莱克多巴胺是乙型受体素的一种,属于胶感神经刺激剂,原本是用来治疗气喘,提醒有高血压等慢性病的患者千万不要食用,以免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。 负责研究的学者强调,目前只能显示坐月子妇女风险较高,但仍未超过每日容许量,如果标准太严恐怕会造成贸易障碍。 不过仍建议食药署,应规定猪肝汤、腰子汤等外食贩卖业者,应比照牛肉,清楚标示肉品来源及产地,让民众有权选择要吃或是不吃美国猪肉及牛肉。 记者拉水美朋友组台报道。